个体到整体 从那个零散到系统 从有限到无限 最终回到自己的本性 成为真正的自己 大家好,我是费勇 欢迎来到我的课堂 《残与心智成长》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好像怎么努力都没有用 就是每一天都忙忙碌碌 但是越来越累 越来越觉得 厌倦 甚至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总是很着急的 想要知道下一个风口吃什么 总想知道 就是接下来 这个时代发展的趋势 但是好像在现实生活当中 总是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机遇 好像总是晚了一步 有时候我们总觉得 自己的情绪好像要崩溃了 没办法控制 为什么总是遇到 那么倒霉的事情 有时候会感觉什么都靠不住 什么都在变化当中 这个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匪夷 所思 越来越无法理解 所以我们总在问 哎呀怎么办呢 我自己在问怎么办 我也经常听到我周围的朋友在问怎么办 每次我听到怎么办 怎么办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总是想起一个禅宗公案 那个公案就讲 那马祖道一年轻的时候呢 每天在那个寺院里打坐 他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很用功很用功 然后他那个师父叫南岳怀让 是六祖惠人的大弟子 南岳怀让看到以后就问 马祖道一 说你这样辛苦的打坐 是为了什么 那马祖道一说 为了成佛 我每天禅宿打坐 当然是为了成佛 那南岳怀让听了就没吭声 默默地在旁边坐下 然后再拿起一块砖头 用力在石头上磨了起 那马祖道一觉得很奇怪 就问那个师父说 您拿着砖头磨什么呢 南岳怀让就说 我要把它磨成一面镜子 那马祖道一马上说 这是不可能的 他说师父 你是不是糊涂了 砖头怎么可能磨成镜子 那南岳怀让马上就反问了他 他说那你觉得 像你这样每天的打坐 能成佛吗 马祖道一一下子就愣住了 还没有回过神来 南岳怀让又打了一个比方 他就说 假如你想要让一辆牛车往前跑 你是用力打那头牛呢 还是打那个车 那马祖道一马上就回答说 当然是打牛啊 然后他回答完以后 他就觉悟了 他就明白 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这个产生公安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我是觉得 揭示了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少意识到的一个真相 就是人生之所以有那么多问题 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烦恼 是因为我们在打那个车 没有打那头牛 我们是想把砖头磨成镜子 所以就说你要想让你的一生良好的运转起来 就应该去找到那头牛 就并且和那头牛合而为一 然后他会带着你走 就那头牛就是你的内在动力 他就是趋势 他就是你的风口 他会让你遇到适合你的人和事 然后会让你穿透现象 洞察到这个世界的奥秘 洞察到生命的奥秘 那么这头牛到底是什么 我们如何去找到它 如何去驾驭它 当然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理论 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修行方法 但是我觉得有一本禅宗的一个文本 就特别简单 特别实用 只要你安静下来 就仔细地去品味 他的十幅图 还有十首诗 然后在品味当中 在观察就是说 每一幅画当中 那个木桶和牛 从那个第一到第十的细微变化 品读每一幅画里面的那首诗 及其他传达的言外之意 你就会发现 就是你已经进入了禅宗的 简约而神秘的终极经验 就踏上了自我心智提升之旅 那么你所想要的答案 你都问的怎么办 想要的答案都会在你心中慢慢浮信 然后你的心会告诉你答案 这个文本叫木牛图宋 在历史上有很多个版本 但基本上都失传了 只有宋朝的两个版本 石牛图和木牛图流传到现在 那么他们的编者 分别是扩安思远和那个普明禅师 扩安思远的石牛图 它那个主题是寻找 要寻找牛 要找到那头牛 而普明禅师的木牛图 主题是驾驭牛 就是要怎么把这个牛它有野性 我要去驾驭它调伏它 那么这两个文本 或者说这两个作品 在古代的中国日本韩国都影响巨大 是禅宿的基本首册 那么石牛图和木牛图 大约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被翻译成英语 成为西方心理治疗 意识转化的经典文本 被很多那个心理学家提到 应用 那西方人往往从心理学角度 把木童看作是自我或意识 而牛代表着无意识 或者真正的自我 而在禅宗的话语里面 很简单 牛就比喻为心 就是木童木牛 就是比喻一个人要去找到自己的心 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怎么样透过心理的运用 不断地突破自己身心的界限 一步一步的 你看从个体到整体 从那个零散到系统 从有限到无限 最终回到自己的本性 成为真正的自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